大家好 我是賽先生科學廣場的Kevin 今天要來跟大家深入的聊聊 電漿球背後的故事 電漿就是在固態、液態和氣態以外 第四大的物質狀態 那科學家估計宇宙中大概有99%的物質 都是以電漿的狀態來存在 那電漿球就是用一個封閉的玻璃球 來把電漿困在裡面 就是我桌上的這些東西 那電漿球這個東西呢 是一個叫做Bill Parker的一個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 他當時是在物理實驗室裡面 要用他一些氣態的燃料 來驅動電動的火箭發動機的時候 他不小心打開了一個挫著閥門 然後讓奶氣跟雅氣就衝入了他的那個實驗槍 但是他也沒發現 他眼睛也沒看到那些多性氣體 那等到他通電的時候呢 瞬間就出現了這一種可見的電漿 按照Parker他自己的回憶錄裡面有說到 這種彩色的彩帶爬滿了整個發電機的表面 各位你就可以想像當時的場面是多壯觀跟多震撼 以及會有多危險他弄錯的東西就會炸開了 於是當天晚上Parker就做了所有宅男都會做的事情 就是他就將這些氣體裝在一個封閉的玻璃容器裡面 然後帶了一個移動的高壓電供應器 然後去參加他女朋友的舞會 他心想一定可以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 一個會發亮的球 雖然我們不知道他當時到底有沒有成為萬眾矚目的焦點 但是在三年後呢 Parker在舊金山的一個藝術村裡面擔任的一個駐場藝術家的時候 他就用這樣子的技術創作跟發表了一些裝置 然後取了非常厲害的名字 就叫做寧靜的閃電 Quiet Lighting 但是實際上這個東西呢 被追溯到最早之前其實是由外星人 尼古拉特斯拉 他在1892年2月在倫敦的時候演講中就有提到 那我把他的那個演講的PowerPoint簡報連結在下面 有興趣的朋友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當時啊 特斯拉他就提出了用高頻的電流來釋放到低壓氣體玻璃管 所造成的影響 然後他又把它申請了專利 但是他把這個東西的名字啊 取名叫做 惰性氣體的放電管 名字聽起來一點也不厲害也不中二 所以就沒有紅起來 但是當時特斯拉他有說到一件事情 就是用超高電壓來做變壓器將會很昂貴 就算Bill Parker當時啊 他也只有實驗室才會有這種超高電壓的東西 那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一直留存在實驗室中 或作為藝術品來展示 那直到1973年 有一個東西被發明了出來 叫做Flyback Transformer FBT 字面上的翻譯呢 就叫做蒼蠅背後的變形金剛 那在工程上 我們就會把它叫做回掃變壓器 回掃變壓器啊 本來是用在那種很舊的CRT的大螢幕上 方方大大的螢幕上面的零件 那回掃變壓器有多厲害呢 它的特點呢 就是可以用很簡單的元件就將電壓升得很高 有多高呢 就跟皮卡丘一樣高 它可以簡單的就把電壓升到幾萬伏特上去 所以你推測啊 回家之後把皮卡丘打開檢查一下 我推測裡面應該是有一個回掃變壓器在裡面 那自從回掃變壓器加入了這個電漿球之後呢 就開始百家爭鳴出現了各種不同的應用跟造型 其中最重要的一個人就叫Wen Strugman 他是這一個世界上唯一做電漿球啊 各種應用得到博士學位的人 那他最有名的東西就是這一個 他把它取名叫做Lumen Glass 但是一般我們會把它叫做Plasmatic 就是電漿盤 這是個很聰明的一個做法 你可以想像的就是把這個電漿球壓得很扁 扁扁的 然後在兩片玻璃的空隙中啊 裝滿了塗上不同螢光物質的微小玻璃珠 然後在這些玻璃的空隙中啊 裝入惰性氣體 所以他就可以讓電漿在空隙中產生 然後還可以按照排列不同的螢光物質的玻璃珠 讓閃電產生不同的顏色出來 那當然電漿球還有許多有趣的玩法 譬如說讓它點亮日光燈管啦 或者是用回溫針讓它產生火花啦 那這一些有興趣的朋友 都可以去看我們的另外一支影片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 電漿球呢 是如何從無數的天才手中 慢慢慢慢進化到 現在只要幾百塊就可以擁有的東西 那喜歡我們頻道的朋友 要記得按讚跟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還想要知道什麼玩具背後有趣的故事 也可以讓我們知道哦 謝謝大家